大家好,我现在在湖北武汉 今天武汉特别冷啊,降温了,还下了点雨 带大家看一下武汉最高的楼吧,绿地中心 就是这个 哇塞 现在上面有雾啊,都看不到楼顶 500多米高 100多层啊 这么看好像你感觉不到它有多高 但是和旁边的楼对比一下 旁边这都是40多层的楼 现在我就来到了它的下面啊 只有走到跟前才能感受到它的壮观 哇,确实是看不到底儿 想起一个成语就叫做高耸入云 看这个云啊,在这流动的云 这真的是云里雾里 在里面的人是云里雾里 在我外面的人是风里雾里啊 在咱那底上啊,真的是可以摸到天的感觉 首可摘新城 这个楼本来设计的是636米啊 后来呢,因为各种原因被改成500多米了 虽然被改成500多米啊 那也是武汉最高的楼 而且是整个华中地区最高的楼 本来636米是中国第一高楼 世界第二高楼啊 现在中国第一高呢,是上海的上海中心那个大厦 那个大厦是626米 它的原本设计比那个楼高10米啊 就是武汉的高度要超过上海的高度了 后来不知道各种原因啊 就被削到500多米了 被人给削了 看看跟上海比高度 你看,被削了吧 这就叫木秀于林,封闭垂枝 现在中国最高的楼就是上海那个 上海中心,螺旋形的那个大楼 第二高楼是深圳的平安大厦 这个现在已经排不到前五了 好像在前十里面能数上它 这个楼的设计单位很有名 它还设计了世界最高楼迪拜塔 还有上海经贸中心 它的设计原型是按照湖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月王勾剑剑来设计的 你看这个外形是不是还有点像 像一柄剑直插云霄 刺破苍穹 这一片全都是高楼大厦呀 就在这个江边 有商业写字楼,也有这种住宅楼 反正全都是高层 看一个城市的最高楼 也能反映出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啊 武汉这个地方位置非常好啊 九省通渠 又是中部崛起 又是长江经济带 武汉我想的啊 可能是想建一个高楼 彰显它的雄心 可惜啊最后被按住了 现在呢这个就是武汉的高度 五百五百五十七米 它上面的云在快速的流动啊 现在好像能看到一点点那个楼顶了 本来它设计的是尖底 现在改成平底了 人寿外号平头哥 改成平的以后啊 就可以做成停机瓶了 可以飞机落在上面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本来以前煎的是没有飞机停机瓶的 看一下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工 但是它这个灯光装饰已经做好了 晚上亮了灯以后特别好看啊 现在这个玻璃幕墙也贴了一半了 我估计很快就会完工了 好 还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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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